他的老顧客 如此嚣张的程度 简直是无是乎公权力的存在 你不用看太多 均匀就处 人潮塞报的台北饶河夜市 竟然有摊贩 打啦啦的在卖 以及车牌捧弃 我们的侵法规范 没有抵触到最大无法可以管 看这07年的报纸 讲了十几年都没有立法 07年的没有法可以管 没有法 所以你不用担心 所以警察都跑来跟我买 警察跑来跟你买 对啊 我来帮他喷 在警察局门口 一排都紧用摩车 我们公司的产品 还在这里使用钱 使用后 这是他们展观的车 他们所长的车 我来问他说 你自己是警察 跟我买这个 他说我们之前可以抽单 现在不行 自豪地向消费者宣称 用烹漆把车牌变不进 根本无法可管 还扯连警察都是他老顾客 实在又够嚣张 后面自己就先打 然后有点黏黏的 就马上 可以把它黏住 边摇边吹 它不要 高丢卖隐形车牌烹漆 定价一千 还说帮消费者 省荷包自动打九折 一贯汽车可喷五次 机车可用十次 二代是可以卖 可以维持更 而且效果更好 更持久 都没有增加 吹鹏只要用这罐 警察闪光灯怎么拍 违规也不怕 公然吸引不少消费者 乐意掏钱 公然贩卖 躲避茶器的抨漆 但买的人小心了 造成车牌污损 或无法辨识 警方可进行开罚 最高罚四千八 就继续黄军家与台北 综合报道